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安装的版本是备受关注的Windows 11 LTSC版 直接从光区启动 直接点击下一步 选择键盘和输入方式 点击下一步 选中这个选框 点击下一步 这个没得选 必须接受 现在分区比较凌乱 将所有分区先删除 可以看到这是一块100G的硬盘 直接创建分区 就不分区了 直接应用 分区已经完成 一共有两个系统隐藏分区 和一个系统区 那我们就把系统装在这个99.9G的分区中 点击下一步 安装 安装Windows 11企业版LTSC 不保留任何内容 因为这是全新安装 硬盘也是全新的 所以直接点击安装 剩下的就是等待安装完成 现在安装已完成 进入设置向导 选择中国 选择输入法 跳过第二种键盘布局 输入一个用户名称 输入密码 这里需要添加安全问题 而且如果使用本地账号 这个安全问题设置是无法跳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隐私设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系统已经安装完成 而由于没有显卡驱动 启动所以看上去分辨率比较低 好的 现在已经安装了显卡驱动 看上去也比较舒服 进入系统之后 无论是桌面 还是开始菜单看上去都比较清爽 这是因为Windows 11 LTSC 比Windows 11 24 H2高出很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Windows 11 LTSC的激活码 和Windows 11 24 H2的激活码是不同用的 但是可以通过KMS激活 关于如何激活 其实有很多免费的KMS服务器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搜索一个 支持在线激活的服务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Windows 11 24 H2全新安装 依然是从光区启动 或者是从USB启动 选择语言设置 键盘设置 依然是选中选框 点击下一步 Windows 11 24 H2有两个发行渠道 也就是安装镜像 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叫做商业版 另外一个叫做消费版 那我装的这个是商业版 它包含的版本有 教育版 企业版 专业版 专业教育版 以及专业工作站版 选择Windows 11专业版 点击下一步 依然是没得选 只能接受 删除所有分区 创建分区 创建分区 其实这里是否格式化都一样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按钮 Windows 11 24 H2和Windows 11 LTSC的安装过程 基本一致 但是在设置过程中 会有很多不同 让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 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选择区域 选择输入法 跳过第二种布局 Windows 11 24 H2默认要求 使用联机账号登陆 如果不希望使用联机账号 可以按接下来的步骤 进行操作 按键盘 快捷键Shift加F10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按下回车键 等待系统重新启动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 选择输入法 跳过键盘布局 暂时 暂时不对设备进行重命名 现在就可以输入一个本地的用户名称 点击下一页 输入密码 依然是输入安全问题 如果不希望输入安全问题 也可以在前面的步骤中保留密码为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隐私设置 点击下一步 和Windows 11 LTSC相比 Windows 11 24HR开始 菜单中多了很多系统内置的组件 当然包括人工智能助手 Copilot 以及微软的应用商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将演示如何将任务栏移到显示器最顶部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